欢迎收看第四年的动漫无双 我们指引说到台湾 说完中国 说到非常棒的新加坡之后 我们对比每年的澳门 和我们在香港指引超过的香港 我们都要回归满草附近 当然 说完之后当然先说到澳门 澳门以我所知 当然不止这三个 居民还有一些 小一点点 当然我们会说澳门动漫节 澳门同仁节 和同仁文化制 当然同仁文化制 今年三月搞 Educalmada Educalmada GDIF 第六居 澳门同仁节 现在不知是八居 九居 多数都在澳门中围团搞 而澳门动漫节 多数在鱼人码头 有个展览馆 在那里搞 通常那些展览馆 想说谁先 可以先说同仁节 可以先说同仁节 可以先帮大家的听众 求好 当然同仁节 大家去澳门中维园 澳门中维园 其实也很难去 有时也很难去 也不是太多 但是有些檔口都給你展覽看看 就不是太多人 入到牆了 當然買完飛車 入到牆了 通常檔口真的不多 因為那個展覽館有點像醫管 就是四邊套進去 然後地下的樓梯是在賣同仁品 而當然大家如果走開香港的同仁店 就會發現有幾個大手都在那邊買 但檔口也不多 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看到長空很少 我記得很多吉數都出來了 如果計算到吉檔應該有 我估計三十四十檔左右 而另一邊會有演出 有些舞台表演 但是人流 如果不算賣的人 我記得我在下午去 我想百多二百人左右 不算賣的人 他規模大概一群秋帝的三四個 但人流差不多 或者出現了當初眾多人的場面 有時都會幾… 有時都會幾… 氣氛不差 你見到那些人都是賣戲 說一下話 打架 但賣的東西 除了香港的同仁寺 澳門商來講 其實澳門商來講 是少的 我覺得澳門自己創作的同仁寺 商來講不是真的太多 本身澳門其實沒有太多 這方面都不同 香港有個時場 有個小的 樣子 這樣也是的 當然我都見過 當時我自己去 我發現香港有不少人去澳門 才能去澳門 真的嗎 對 他去澳門看表演 當然他們很多 有這種表演 他們很喜歡有一種叫做廣澳廣州聯合比賽 例如唱歌的比賽 有很多人說 朱海 我記得那次很搞笑 他說他介紹了一個人唱動漫歌 我忘記唱什麼 我忘記唱什麼 唱出人還是什麼 他說他自己是廣州版龍峰 他以這件事來介紹一個比賽的歌 即廣州 他們都會邀請到日本來的嘉賓 之前邀請徒仔和情資來唱歌,他們都會有心搞的,但規模上可能外於場或地方,所以賣的東西不多,當然精品是有的,他們都有一部分,大概百多尺的附近,就用來放一些叫做高達的模型展覽,但就很少了,但這個模型展覽我覺得有點奇怪,他們的模型就放在這裡,找些東西洞住,但前面有沒有快膠擋住, 有些人手多多,不是的,手多多後攪拌,我覺得工夫要做好一點,但賣氣方面普通,又不要預期什麼,我覺得是兩邊都有努力去做的,但可以的話,我覺得澳門松人戰有時都會做的,澳門松人戰或者IF,他們的歷史在香港都多, 所以有時都可以做到一些港澳交流 我看見香港黨也是為主要的,香港和廣州那些都是 沒有辦法啦 你只記得澳門那些人真的沒有聽過 澳門有兩檔的,譬如我們所知,比如《無限地雷》,他們都很出名的 好像有些都來過香港吧 其實《無限地雷》有的,譬如我們有一個《Raden》,我們都所認識的 其實他們都有來港澳、香港、港澳、廣東那邊來穿梭來賣的 當然,精品上不是太多,畫什麼較多呢? 譬如用透明的交鋒打,在上面畫公仔那些 那些是多的 我想問一下,看到《電子遊戲區》的電子遊戲區是否有打機區 這個應該會再講 哈哈哈哈 當然,講一下較大型一點,近碼頭一點,大家搭傳回香港會方便一點 這是澳門動漫節,看上去不是在表面的 其實是在展覽館的下面,不知道B1還是B2 即是要走很大路,走幾條樓梯,走到地庫,B1還是B1 我去過一次,怎麼說呢?當然要入場費,入場費就不記得十多二十元 當然也很便宜,也很便宜 當然,想模仿一下香港,我看到有一大地方放了幾千尺 那裏是給小朋友拋棄球、氣墊滑梯等 那裏是佔了很大地方 那裏是佔了場館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裏是很大的,那裏是小朋友去玩籃球 小朋友去玩籃球,大人去賣十萬元 那裏是大約五六點去,他也開到晚一點 進去看,但又不是說,他有分區的,有分韓國、日本、本土 那裏是很早呀,怎講呢? 有韓國的嗎? 我看到有一些地方開很早已經收門的 有些內地的攤檔都是做一些宣傳 但他不太多東西可以賣 另外我看到有些會買小毛的社群集 你讓我想一下,有當地銀行的信用卡,有阿彤木的信用卡 你不可以執行 那個檔口是關掉的 還是開一張信用卡,課金會有特別優惠 有,還說可以 有些賣精品也有 有一個Cosplay區,也沒有人 整個場地,不知是否是地方關係 或者放在Basement,也沒有人 當然,賣東西的地方,有些賣頭飾,刀刀劍 有些電子遊戲區,當然不是同人節的電子遊戲區 也蠻隨便的 我發現當日有些麻雀遊戲 以前無雙一集,可以看到一些可愛的 沒有,這些沒有 但有些什麼上海 我看到街霸,有一個很懷舊版的街霸 是八個角色的 即是沒有M-Vison,沒有M-Vison,沒有M-Vison,沒有M-Vison 沒有M-Vison,沒有M-Vison 沒有M-Vison,沒有M-Vison,沒有M-Vison 當然,也有 現在在香港,不是有些彈的 在公屋村上,比如商店 不是有些彈的 彈了多少個 有些東西出來的 什麼?彈了多少個? 彈了多少個? 彈了多少個,在五個坑裡 噢,那個,好像滾豬肌 真的有些,真的有些很冷靜的 可以給五毛支下去,有些香口膠 即是,實在是 你感嘆,他也裹落了一些傳統的文化 對 沒有想到 你誰想一想 我已經想到 YES卡都可以有得抽 有此理 當然,你說太多東西看 當然,有些是不知文具 當然,最罪人 大概在舞台 舞台有一個主持 當然,請到日本的其中一個 節目主持 和唱過的彈高詩 唱其中一集的 Ending 或者Opening 那個 騰仔尾瑞 當然,香港未必太多人認識 請來做嘉賓 當日,看到在台上 做一些比賽 又是Cosplay比賽 有唱歌 他們都很容納港澳和廣州 當然,香港很少見到 我不是很見到香港人過去 這次和我講動文字就 反而,見到多些是內地 和澳門當地人 比賽 有時做短劇 有時唱歌 有時唱歌 有時三四個女子唱歌 我記得一位內地 對外地表演 其實他的不同場地 比賽 如果是就舉個氣球,像投票一樣,我都覺得挺新鮮的,挺有互動性質 我不知怎樣數票 當然我最記得當我離開的時候,都搭早選回去 我搭過船期十點多,我看完之後八點多都是回來香港了 停早船票都回來香港了 因為當時看到剛剛香港動漫節 為何對面拿著一大抽、二大抽的動漫東西呢? 原來對面的人是回澳門,在香港買了很多東西回到澳門 所以當時我沒有東西買,他們那邊就在香港買了很多東西回澳門 所以我覺得有待發展 還有一個環境問題,像你所說,我們澳門人只能過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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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所以我們三個展覽是我們較為熟悉的 我反而覺得同仁戰或IF是較為多香港人會有時專門走過去的 這是我所觀察的 但以我看下去,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活動 其實宣傳都不夠 沒有辦法的,澳門活動,香港已經容納了這麼多 例如香港CW一年兩制,RG一年兩制 你還未計算一些散的 例如大學那些還未計算 例如自己的only event 你哪裏還要搭幾百元船來回澳門 除了看一個,除了看一個展覽之外 一個小時至一個多小時都能走 但你要搭三百多元船來回 我覺得除非你去澳門玩你才會 賭賊賭錢 難一點 其實怎樣想澳門這種情況 澳門根本沒有娛樂 就是很沒娛樂 他們那些年輕人很慘 除了做可觀之外,你都沒辦法搞動漫創作 給他們一個空間,有個展 澳門如果沒有娛樂,他們的生活習慣就是這樣 我們最大的新聞就是被車撞餐 出來讀完書出來就去董場做可觀 賺錢 因為平方國賣下半時間就可以了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需求 不像香港那麼激烈 他們的動漫文化的需求沒那麼強烈 就沒有這個動力去搞得那麼大 還有我研究過澳門的人 其實他們有消費力在哪裡 他們肯會花錢 這是真的 他們平均消費力比香港更加高 有錢嗎 是有錢,但他們怎樣花在網路上的消費 網友上 網友 這個大家想不到 網友消費比香港更高的 平均值 高很多 他們肯去花錢 而動漫的東西在澳門來說 我覺得是值得去花錢 所以這是真的 反而他們想搞這些 可能給年輕人有個前景 我覺得是一種 因為我們聽過數據 我們自己在澳門親自的那幫人 親自跟他們說這件事 是一個事實來的 其實澳門人是可發掘的 就是肯給錢的那幫人 所以人不是太多 但他們的平均值高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有發展的 不過可能需要一些 怎樣說呢 可能會以廣澳合作 或者聯合廣州那邊 所以說現在就是港珠澳的問題 可能聯合廣州 珠海和澳門就直接去廣州搞 這樣就會有一些其他問題 當然這些可能要他們去談 才會發生 所以說 你所說 長遠來說 原來的同人市場 在澳門其實是很悲觀的 萬展到萬展也好 其實在澳門來說是很困難的 這是事實來的 這件事我都覺得難 因為其實他就算你說 是不是很吸引到內地的朋友 澳門是專門參加展覽 參加這些人 專門走過來 因為同期有時都會易撞期 我在香港也會有時撞到不少的內地corsa 或者撞到內地的畫師之類 但是你說在香港 在澳門 我雖然來說真的不太多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不是獨立性 不是獨特藝 其實這些展 港洲又有 珠河也會有 深藏又有 香港又有 我為什麼要去澳門 沒有必要的 即是規模和特藥 吸引不到你 吸引不到你 沒有特別理由 你又要搭船 什麼一個 澳門走 就像我去過澳門的成人展 為什麼要去 因為只有澳門有 你才會搭船走過去 看一看什麼事 這些根本你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衝勁 你走過去看 他令一些人來香港看 也不可以 澳門有很多人來香港看 專門讀文字 C3 C3也有 我認識到不少澳門人 都會說專門走過來 你不要說 有時候可能 日本人都會走過來香港C3 你不會有日本人 專門走過來澳門 即是 少一點 這件事 即是 你去澳門的 變成你經常做幾件事 嫖妒任催 剛才說澳門有班人 喜歡消費 有消費力的 香港賣物 這件事我會優心一點點 你說前景 政府怎麼推得很難 因為始終他的經濟模式變成這樣 比較小 比香港人越小 比香港人越小 洗完一條 幾條家仔那麼大 你很難搞氣 當然 我會看回他們的同仁圈 賣本跟香港差不多 那種模式都差不多 但我想回到新加坡 新加坡買同仁本的同色是完全相反的 新加坡買同仁本 是一本很貴 一本很薄之切的 十幾元波子都可以的 還有一件事 新加坡現在 賣同仁本不是一本買的 他們流行是一張張插話給你買的 那張是四五元一張 新加坡 那張是四五元一張 新加坡一張 所以那種情況 如果大家的同仁市場 是很不同的 澳門 新加坡 香港 台灣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參加坡 那當然是否回到香港呢 有些地方已經超前了香港 有些就發展很快就在香港 有些就應該真的不在香港 大家給大家看看香港 我們講香港為主的就是 Comet World 和 Rainbow Gala 這些比較大 所謂大一點 主要一點的 歷史就不說了 因為講歷史大家學院份 歷史很長遠不說了 其實不是今集說的 不是今集說的 就是你比較一下 剛才我們約了一提過一下 請日本嘉賓來香港 第一句就約廣東話 第二句就問你吃過甚麼東西 第三句就問你去過甚麼地方 其實香港所謂的活動 對比剛才這麼精彩的地方 你真的差很遠 那又不是說這兩個活動 只是問這些問題 當然可能這些都是被PR公司搞的 怎麼問就大家想想花腦筋 但是你說香港的同仁展銷 當是會方也好 香港的畫師也好 日常者也好 其實這三方面的發展 剛剛你覺得是樂觀還是悲觀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較偏向樂觀一點點的 雖然也好悲觀的 現實的問題 但是我都趁有一點 都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 不過就去到一個樽頸位 就是行不到上去都下不了的情況 是的 我就覺得悲觀一點點 因為我都說三方面 你 那會方那方面 其實說真的 你地租的成本 大家都知道越來越貴了 租甚麼場都是的 你其實香港的地價沒有停 沒有甚麼減過的 租金是沒有減過的 有些地方 譬如你現在 一個場你租不夠租 你要租兩個 或者甚至租三層的 其實你踏上去 其實那個成本就越來越貴 那當然燈有火納 那你不計 第二件事 你去到之後 就是那些人去到之後 當然是每一次每一次 有一個不同的期望 不會說 你第一屆是這樣 我第十五、六屆 我到三十屆都是這樣 那不會的 人子都會覺得 我去到這個節 我當然希望每次去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不會去到 就這樣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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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 我不會說 香港人特別 他這麼喜歡新鮮 是困難的 還有當然我覺得 譬如畫師方面 我覺得其實 近幾年我發現 其實很多畫師 已經不是以香港為創作基地 很多 譬如回內地 我見到不少 去日本的也有很多 台灣的就少 即是 尊重飛去台灣就少 但是你說 尊重回大陸電影室 或者 回去日本去發展 已經很多很多 而只是在香港 可能找代理來做代理回家 之類的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在我寫這六年稿 我同仁寺有去 很多同仁寺都有去 當然有些泰國 我真的沒有去 因為我真的有自然不熟 原諒一下 我發現的 是創作的緊箍就大了 我不說什麼 也不說有些人 因為某些原因而被人突然走到 去報警 或者查身份證 那些 我覺得整體的創作自由 是有少少 自我控制了 有少少的東西 小說的本 以前我記得我去 我記得我去 在那些空氣之中 還有一些正在做的 不過都是一個堅持 很多人已經退出了 當然在創作這方面更加擔心 還有我都覺得 已經開始 那些人不是在香港 以香港做重心 其實問題大 還有第三 我覺得在台灣和日本 在香港買的同仁寺 已經越來越少 我不知是赤道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感覺上是少了很多 更新程度越來越慢 可能是因為那些人可以 直接在不同的渠道 訂閱了 或者看得到 所以不需要再去跟你買 或者香港的代理在即場買 我變成這樣 我覺得對同仁寺來說 是一種傷害 第三 就是入場人士 以我所見 這六年來 真的有少許感覺 開始有少許感覺老化 怎麼說呢 我感覺上是同一批人 進去 是沒有什麼新血進去 我發覺 越來越開始 那些人都會來 例如四五年前都是那批人 現在四五年後都是同一批人 有些很明麗的 有兩批人 一批就是我們老餅 另一批是清一批 他做什麼就是COSPLAY 而不是主要是 和同仁寺是純粹進去COSPLAY 所以是越來越較為 覺得危險 而我的想法就是 雖然沒有了本地的新血 他仍然有其他外來的新血 例如廣州那批都來 澳門那批 珠海那批都來 其實這批新血會彌補回舊血 所以你見到那些人流 不是減少得很厲害 其實本地少了 但外來的東西多了 所以大家也要想一下 這個情況 剛才回應韓鵬說 實在我是聽人被捕那批 我計了一條 首先我在聽韓鵬說 我計了幾條數 應該是我有六七年 可能再長一點 我沒記錯了 當然是COS23、COS24 原刑館 逼到譚多了 熱死人那批 然後你小煞都會弄了那個RT 這些就不說了 其實這幾年來 剛才所說的小說 原本以前比較流行是原創本 即是 你們現在看我們這些 我們今季流行 喜歡病 全部人家都喜歡病 以前沒有這樣的東西 以前他原創就是原創的故事 你不要給你漫畫也好 沒有小說 原創的故事 你獨立自己弄出來的 以前真的有這些 還有很多 但近些的故事 真的越來越少 大手可能一來有蠻出其次 就真的沒有人會看 尤其小說 原創漫畫 我都會看到有一兩款 小說真的真的沒有了 我們是想買中葉 我們是想買黑色的籃球 你原創漫 下一個惡色的拜拜 才走過去 那時候就鬥魔仔 真的鬥魔仔 原來同仁兩元賺錢 同仁兩元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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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搞得下一個惡色的 而同仁原創本 其實也還有 如果我是特地去找原創本的話 是他數量少了 但是借題發揮 例如借回APH的港幣也好 你會說借著初音 其實他寫的故事 已經完全不關起初音子 這種創作 其實還有比重 我買了二十多本 我真的 看看母親 何時再說香港同仁 再介紹 我自己的看法 對比廣州和香港 香港氣氛仍然比廣州 還是好 算好 如果你說人數 以這種債來講的話 進去的話 拍照的就是拍照 拍照的就是拍照 我不是來參觀 我Cosplay來就真的 Cosplay都是多 我不是買本的 你看見有些人是這樣的 真的買本的 進去的話 其實人來都參觀 我覺得以前有些學生 可能博家學校的動漫社 早前會進去看 但現在會不合奧子 雖然說 但我看到學生是開檔的 可能一陣子會吸收了 很大件事 我那次真的見過不少 學生當時 我經常買了兩三本 真是黑了口面酒 我見過很多 見過幾單 我自己賣不出 我下次還玩不玩 我一附生歌 我叫他賺幾千人出來搞 你想想我長洲那些影印本 你一句都說 如果你做原創本也好 譬如你喜歡病的 你想想你兩年後再買一本 喜歡病的 你賣不得出 我看你當他也是可以回收 其實這個問題 他們可能沒有開代經驗 當你學校當一個新興團體 你第一次參展 他們可能會期望過高印多了 我會想想要辦人出 這個問題 還有現在近期現象最厲害的 就是刀劍順明 就是當晚紅了 出了一本本 剛好出完那個司機 那一屆 剛好完結 那本都結束了 然後這本是賣不出的 全部都死得很慘 我不想用這個字眼 但是現在同銀市場 如果要去到一個投機的情況 就很危險 因為你賣得中 恭喜你 賣不中就死掉了 那你可能賣不中的 我可以回去上班 如果我賣得幾十元 就是 你對比你日本 有些人所謂有愛 就是當自己是老婆 每一期市場市場 都會出這個角色 每一期都不會出其他系列 但香港你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今次我老婆喜歡病 下一次老婆也要上了阿斯蘭 所以下一次你就會上了 你的老婆是三個住一次的 重婚罪 她對同人的愛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覺得走向不是太樂觀的原因 就是香港的受眾群 都是受那個作品影響較多 你一定會在作品的框框走 而香港本土的自行創作 無論在商業口跟別人來說 真是薄弱的 而且少了一些本地的支援 政府也好團體也好的支援 其實是幾阻礙了整個業界的發展 他們拉著你後面的偷笑 還可以支援 還有幾嚴重的問題 就是很少圈子化 每個人的圈子都跟自己玩 很少交流 其實是很難走出去的 我曾經曾經寫稿 寫給不同的人看 不同圈子的人看 我試過被人罵 我試過被人說 你這個圈子真是關什麼事 為何走出去 看後面那些不出界 有些人是不習慣 但是怎樣說呢 你要把這個圈子的文化 擺出來告訴別人 真是香港很困難 即是像新加坡那樣 全民享受活動 香港人沒有這件事 就算是廣州 我參與前也跟那群餃子吃飯 有飯局 香港是沒有這種 香港也有 有 其實是小圈子 我們說小圈子 我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大家互相 今天買購買成點 我們有什麼檢討 會有這些分享 好像少了 其實是難的 我覺得香港市場是 有些少玩越小 有些少我感覺上 可能會開很多天 有很多過這些活動 但是那個模式就變成 那群人可能有些年紀大了 已經結婚了 他們可能會不玩 但是新的那群人 你不要說低頭俗那些東西 但是你說你真真正正 會走去同仁展望看 或者說 我特地排幾個小時 到同仁展望看 多不多 我開始有懷疑 其實我特別這兩年所觀察來說 我覺得是更加這個情況 更加嚴重一點 所以這些人說我對香港同仁的發展 是略悲觀的 其實我覺得是 甚至你說創作市場 我也覺得是 可能香港的創作精英 可能會越來越外流出去 而變成在香港你想找的都難 我自己有業界裏面也有立法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的創作人都放棄了 因為就上去 因為就放棄 兩種路 多數都放棄 剛才我所說 他們基地不會在香港 即是越來越多多 你還要找他們 可能要找他們出生 可能有時候他們說 搭單性質OK 但是你說 長期合作 都可能會說 喂 就怎樣 就成為一個單 可能是另一單沒有了 可能我自己就出不了你 我自己又沒有辦法 自己創作品牌 因為其實我們都看到香港 有很多話師 或者相對的創作品牌 是想做自己創作品牌 這件事是有很多人都成功的 但是你說要撞多少次來成功呢 這件事大家 可能要看看 暗力和恒心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能創作出來 可能有時候不成功也好 看看是自己真的想挽自己的心軟 還是一定要一炮而弄的 好像麥不麥兜那樣的 那你自己看 那種又去了很商業 不關同仁治市的 麥兜那些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說什麼 就是香港的同仁市場 都有些人是想自己做一些character 大家有想 有想 其實還有一個人版 就是火候工房 由同仁治 那麼久都有 現在就開始都沒有了 我忘記了 火候工房 我不是有網友 又出了 有網友 火候是同仁擺動 以前很大洞 就像大洞 縮變 我們走向主流的遊戲 而阿浩或者剛剛也說過 做一些blending 會不會我們做多一隻龍貓 做多一個Q版的吉祥物 在同仁圈裡仍然有人嘗試 但是成功的例子 如果不是一些有機構 或者一些香港插畫事業會 整個會去支持那些 其實都挺難搞的 但是在外國公司上 你覺得離開了香港 在外國 那些事情 你這樣想 你有什麼實力 你也不會去同仁圈裡滾 或者你也會自己做 但是你在外國同仁圈 還是香港同仁圈 我感覺是辛苦的 當然大家都努力 那種辛苦程度是介入困難 在香港要打出這件事 我就算不要說 打出同仁圈 這件事都真的挺難搞的 所以可能為什麼要去日本 或者要去到 你說香港很有名的話 其實很多是很有實力 都去了日本 或者去了中國內地 還有一個歐美 歐美也有很多 變成他們這樣 你再在香港想找 就真的很困難 即是一樓就走 香港只有二三樓 二三樓 他們比一樓 都離開香港 香港長期都是這樣 但我都說 非公這樣搞 你整個水平 抄官的也好 整體參加的也好 都只是向下 走下坡 不是 我不是說水平向下坡 我不是說 人是來來去 都是去那些人 變成你的餅 發不得大 你做不到 你容納不到其他新的元素 就變成舊模式 在運動舊模式 就變成場面來說是有問題的 那種想法就是 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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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有問題的 以前可能有一個同仁圈出來 公司在下坡找人 現在是甚麼 所以 AIRORP網上已經找到你們了 好像有些朋友 接一些原話 都是全靠Pixi 我講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我自己都 有時是因為有些人 Sandy Pixi過來 這位畫得好 你來看看這位 我去委託人 我都是說 是喔 要看了原本 OK 那我不會 當然 以前是有的 我三四年前 做我自己的馬賽洛子 那時那個 其實都是這樣的原因 我都入到同仁圈 是喔 同仁圈 可以畫到這樣 你不如試一下 我的歷程就是這樣 不過我又不在這裡說了 聽到這個節目之後 可能關心多些 本地的同仁教育 積極參與 推薦給身邊的朋友 拉他下水 試一下 會不會找接燈 去介紹本地同仁 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做一下 這個責任又加給我 那時候我再開聲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